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怎么说呢 说情色又太过分了 就是各种绯闻 他仍然稳如泰山的王毕胜 那么死亡人数呢 加一加下来两年累积有 一万九千四百二十九人 将近两万人 其实五三运当中还有很多数字 可能是来自于 没有办法直接连接 或者是新冠 他所产生的后遗症 所产生的心肺相关的影响 例如我父亲自己就是 他就是脑血管栓塞 可是医师到后来才研判说 有可能是新冠后遗症 所造成的栓塞 像这样的人 数字又可能不在 一万多人数字里头 所以相关的数字 加上我们疫苗到位的不够 快速 还有很多审查作业等等的问题 到现在高端的 拿到证照审查的 详细的内容 跟专业的数据资料 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是看不到的 不知道真相在哪里 所以呢 这一次 所有的专家形容的 我觉得非常的符合民意 就是这一次民间 展现了对疫情反应的 高素质 不是吗 大家 你看我们到现在 虽然解禁了 大家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到处对于口罩啦 这相关的管制啊 清洁啊 都还是自己非常谨慎 所以民间的高度配合 这个是在欧美国家 很少有的 高度配合之后 那么加上 所有的政府政策 不见得在专业的道路上 但是至少 民众的配合呢 就让这整个疫情的控制 可以获得一定的 稳定度啊 其实这也是 台湾民众所展现出来的 很不一样的特质 好 那现在在新冠降级解编之后呢 提醒大家 接下来打疫苗呢 虽然还是公费 不过挂号费就要自己出咯 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个流感啊 各种的 可能后续 自己要调养身体 说真的 新冠后遗症 还很难说 包括心肺肺 心肺功能 尤其是肺 还有血管 大家真的要保养一下 提醒大家 好 还有几个消息 其实 昨天发生了这个 连华大火冷冻的冷冻库 居然里面 四十命为 员工大火躲到冷冻库里的消息 让大家很震惊哦 这相关的措施 当然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那么也很遗憾 动线 还有人员在火场里面的训练跟安排 资讯第一时间没有掌握 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哦 那么一旦火场发生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时间的表现 一定是必须要往可以开阔 方便逃生的位置 真的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把自己再关到 虽然看起来有隔烟隔火隔热的这个冷冻库 可是真的千万要小心 不要把自己关到死胡同里 这个是非常基本的概念哦 那么当然 火警当然比不上我 前一天看到调查局的这个火警 让我感到觉得疑惑 是不是有什么案情不单纯 但是所有的火警在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SOP 真的是希望透过很多的这个大家的案件 不幸发生之后 可以回头来检视 让这些悲剧不再发生 那么大家对于冷火灾之后 当然要究责啦 要检讨啊 勒令停工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 这些宝贵的生命丧失 就像疫情一样 宝贵的生命丧失之后 是不是对后续下一次再发生 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人们有更多的这个尝试 甚至可以有反射动作般的 进入的潜意识 然后不管是在疫情发生如何防范 还有在火灾的火场发生的时候 要怎么避免 再一次的这样子的意外 发生多种生命 其实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这个后续的检讨 那么希望这次 因为是彰化嘛 比较不会又有什么口水战 如果是在新北市 那可就打不完了 好 在相关的这些消息之后呢 包括新冠疫情等等的之后 待会儿我们就准备 要请袁志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当然就是选战议题 巧新跟费洪泰委员 两个人的心肺大战结束之后 党内有没有所谓的新潮流 所谓的新世代效应呢 那么相对的在 新北市也是竞争蛮激烈的 几个立委的参选人里头 叶人之也是其中一位 那么为了要帮侯友宜 在议会这一场硬仗里头 可以先过关 昨天新北市议会已经决议 也是算是蓝莹的议员帮忙助攻了 让议会明天起就开始要总咨询了 不用拖拖拖到六月多 这告诉我们什么 本来侯友宜担心就是议会的时辰 所以在宣布自己 包括被征召的时候的相关作业程序的时候 有很多顾虑嘛 所以呢 新北市议会就提前让他可以帮他解套 让他在明天开始咨询之后呢 就可以到五月底 五月中 五月中五月底前 一定可以结束整个议程 那么当然人数优势 只有在新北市议会难得有这样的地方 结果就被这个快速的通过了 当然民党党团也批评啊 如何如何 可是这种碾压是用人数优势 而且只是时间提成 没什么了不起的 在立法院呢 一天到晚所发生的 可不只是这一两件 无关痛痒的程序问题 时间提早而已 立法院一天到晚发生的是 我们民众更多攸关的 生计 甚至是国家重大的政策 就只是为了这党利益在护航而已 所以当这个新北议会民进党在抗议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他们自己平常怎么 碾压我们的国家人民的这个利益跟权益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不检讨一下 因为我要帮王红威委员拍拍手 我昨天特别还传了一个讯息给他说 有你真好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何库这个案子 在2020总统大选之前 前夕那个时候 我们在一场竞选总部的记者会 就已经发布过一则新闻 当时列出来的十大肥猫里头 其实就有何库的蔡建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十大肥猫里头 大部分都是没有专业素养 没有相关的背景 例如赖静林 我们新北市的立委赖平渝的父亲 他在没有相关背景的情况之下 却可以认骗所有的公股相关的机构啊 或者是公家机构啊 那都是肥到不行的 大家知道 其实公股民营的很多机构 是比这个政府机关的官员更肥好吗 这个肥缺的任用呢 更是不受监督 可是大部分如果在国民党时代 好歹还会怕讲难看嘛 光是当时在 比方说台北101的时候 要任用某一位国民党籍卸任的立委 到101去担任董事长 才刚刚传出来这个消息之后 舆论就很多爆炸 就说哎呀 这个是仇庸啊 为什么没有相关专业的人 可以进来啊等等的 所以这个人事案就不了了之 但是呢 民营党有在怕这些吗 民营党的一大堆的官员 或民营公股银行的董事长 都是没有相关的专业 例如蔡建新就是非常标准的 合库管理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 那么就由蔡建新担任董事长 但是他有任何的银行专业吗 没有啊 但是就可以把他的子女啊 亲信啊 通通都带进合库里头 而且呢 上任之后 修改了所有的相关业务内规 然后甚至SOP 把当中的业务包 包给自己子女的公司等等 这个长期发生 从2020大选 我们就提过 当时业渊姿也在场 他是我们列的十大肥猫之一 可是谈完之后呢 大家都免费给我高高 什么事都没有 而这一次在 王文卫当领委之后 提出这个案子 现在 现在蔡建新已经正式请辞了 这才是有效的监督 这才是对于这个社会舆论所发动监督能够产生的效应 这真的是太好了 好 我们来欢迎塞车终于来到的 王文卫 谢谢 简教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听众们大家好 是 因为刚好想到这个合库的案子 当时就是我们一起在 就是民党有很多肥猫 对 其中一项 就是 我讲到 我们排了十个嘛 对 这还是排在后段的 大概是六七名而已 前面第一名第二名 更多 对 更肥 而且是亲信任用 子女全家 一人保全家保的情况非常多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需要 立法院有更强力的监督的能力 就是你看到四年前大家预言东西 在这四年依然就发生了 所以这个政府根本不管你讲他什么 反正他就是要硬杆了 就即便你预测说他当选之后 他们会做这个事 他们还是照做 像蔡建新当时就在啊 对啊 就是其中的一个 就说他也知道 你知道他很烂 但是他就是要这么烂 这个政府就是这样 为什么大家说你看起来没睡饱啊 那这个 突然没整理好 我们先请言之聊聊 刚刚一开始我也跟大家聊到了 昨天新北市议会 做成了决议 从明天开始要进行总质询 把整个事成提早了 先讲讲昨天攻防的过程 昨天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就形容说 叶元智好像是战神一样的 护航这个案子都过过来 真的吗 昨天是这样啊 就是昨天是我们议会定期会的预备会 预备会就是要确认这次定期会的议程 那其实 那大家都知道定期会有一个市长要来的 就是叫总质询 总质询就是市长要来 然后接受每一个议员 最多60分钟的质询 这个就是市长要来议会的时间 那本来我们的总质询的时间是定在6月5号到6月20号 可是昨天党团就有提一个案子 那党团的理由是认为 因为这民进党反正每一天的都在 都在开记者会 就是骂猴友谊啦 就把市政都搞成好像变成那种总统悬战的战场 那为了怕那种市政的失交啦 干脆把总质询提前到4月27号 就是提早让民进党来问个够啦 那那这样子的话可以 可以之后可以让市政回归就是正常 所以他提着这个案 就是4月27号就总质询 那民进党当然是反对啦 民进党就认为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好像我们是因为猴友以民调低啦 所以故意把总质询提前 我只是受不了 每次他们形容的是什么 政治史最大耻辱 民进党的耻辱还少 更多吧 最大耻辱自己都不支持 对对对就是他们反对嘛 然后当然就用念形容词啊 什么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猴友以民调下滑啊 然后什么政治史上最大耻辱 然后甚至很荒谬啊 他说昨天议程是程序委员会通过的 所以不能改啦 这也有去过议会 程序委员会只是一个拟案 就是真正要定案要到大会讨论嘛 那昨天我们就是大会再讨论嘛 所以哪有说程序委员会通过的 我们就不能够再改 所以他们的反对理由也是有的也是不成立啦 但那所以我昨天我的 我后来有发言嘛 那我的讲法就是说 我说如果说要把总资讯提前也很好嘛 第一个我可以早一点 针对市政议题啊 去找更后一讲 只是时间的时程 早晚跟国际民生没有关系啊 又不是说不能够咨询 对没有取消 只是提早 只是提早 然后第二就是 我就说对民进党来说也没有不好啊 因为民进党反正要搞 你想做秀吧 对你想做秀啊 你要搞政治斗争啊 那不是刚好给你一次问个够吗 皆大欢喜啊 我可以问市政 你可以搞政治嘛 大家不是都很好吗 市政安排是不是也特别说 前面一段好像都是蓝营的立委议员 先登记还是怎么样 有这样这个巧妙的安排帮他 也没有完全没有 因为市政总资讯就是每一个人都有60分钟 所以调整协调吗 他就是我们总共是进行13天嘛 那每一个党团用抽签来决定你的时间 那像我们国民党是抽到第一个 就抽签 用抽签的 所以前五天是国民党党团 我也是协调出来的 第一阶段都是国民党不是 不是不是用抽签 所以民进党对他们来说 他们问的时间完全没有减少 只是提前的 但他们会认为说 你提前你就是为了侯友仪护航嘛 否则你提前干嘛 是不是因为侯友仪 不过也是方便他啦 是有点方便 让他可以早早的进入征召程序不是吗 是有点方便 可是对他们的程序是没有减少 那我昨天是有讲一个 实施权益没有影响 实施权益没有影响 他是说 你们是不是因为侯友仪民调低 你们才这样 那我就说 侯友仪民调低 那你的意思是说 经过你们咨询完之后 他民调会变高吗 那你们怎么都没信心 真的 而且他们最近 我觉得都乱骂一通啦 譬如说像 侯友仪他不是去新加坡嘛 然后去新加坡 实际上 他现在公开的是有见到副总理 黄勋才嘛 是 黄勋才其实蛮重要 因为黄勋才可能 可能 明年就会接总理 接班人 就要接总理 因为有可能新加坡 明年会进行博会选举 博会选举之后 黄勋才就会当总理 所以侯友仪见到黄勋才 其实已经还不错 而且我推断啦 虽然还没公开啦 我推断他应该是有见到李显龙 那只不过可能双方有默契 就是说公开时间 大家有讨论过 好那你今天 李显龙见了侯友仪 然后黄勋才见了侯友仪 就民进党说 哎呀侯友仪你这次去 就是自由行 自由行就旅客啊 像我过年的时候 我有去新加坡 难不成李显龙 随便会接见我这个旅客吗 真的 所以他们都乱骂一通 所以我觉得 提前他们心里在 在窃笑啦 只是说 他们嘴巴上就一定要反对 是是是 新北市议会素质 就是哎到时候再来看看 互相高下如何 今天今天会有一个啦 今天因为 今天侯友仪会来进行施政报告 所以大家应该会看到一些 议会的新闻 不然真的很少看到 新北市议会的新闻 比较少 不像之前高雄市议会天天赖福 天哪 刮个鼻孔都会被看光 可是现在高雄又少 又没有记者 又没有新闻了 对对对 又回到原点 好 待会我们来聊 所以侯友仪准备好了吗 还有郭台铭动作也很大呀 昨天也宴请 不算啦 应该算是陈运申委员 他主旧啦 然后宴请了一些党内的立委们 动作当然都很大 那国民党到底决定了没 其实我们待会就来说啦 会有一动作变大 还要谈国防政策 他过去不会有这些险 对对 完全没有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要帮我们调一整一下 然后我们刚刚线上朋友说 新北吴彦祖迟到要畅旺清水 真的假的 这是给我的吗 对对对 两杯一杯 因为我平常走那个 滑翠桥 可是你入手 我入手 我入十一共一样是没有用的 好 尖共 尖共 导航绕到台北桥 那个台北桥好恐怖 我没有走过 很塞吗 对啊 很塞 超塞 因为我今天六点半就起床 有点像是不会塞 是 我录十岁你跟我讲任何录我都不知道 除了回家上班 你这两杯录了 一杯是咖啡一杯是水 哦 没有咖啡怎么滑 我在看韩市长回来了 哎 哎 哎 记得 应该不是啊 被读到了啦 那个 跟着张曼聂 司马忠元老师 认识古文经典 香煙 怎麼可能 应对他了解 明天副老师了解宗教艺术 探索人生智慧 人生回介乎 回介乎的时候 听一月识 那、听一月识 食品安全 和健康新知 哎 好歹 你看他有不公共有的 真的吗 你知道讲大家会好奇 我们讲什么 喔真的 喂 就要唱歌啦 都要停水 等一下 準備要進現場 朱迅隨時兵 30分鐘掌握世界 中廣新聞網 News Radio 你們聽到了嗎 還是這樣 沒聽到我們剛剛討論 時間到8點20分 歡迎回來中廣新聞網 千秋萬事 今天邀請的是 新北市議員 準備前進立委大選的 葉文智 好 大家好 幹嘛講到這個 新北吳彥祖 就舉色 剛剛聊 趕廣告時間聊天 韩國瑜先生 昨天也剛剛從太北回來 在機場裡面受訪 被堵到 他也說 接下來就是等著 黨內的候選人出爐 那他會當拉拉隊 那麼當然 昨天在新北市議會 通過 侯友宜這個議會總事群 提早的時程 當然是為他量身打造 讓他可以趕快的 在黨中上徵召之後 進入時程 會覺得 你有沒有觀察到 侯友宜進來的一些變化 例如說他主動提出來 這個保警被傳出來 可能會有擴編 做經濟訓練等等各種 好像軍事化 把警察要做成 國防軍事的這個概念 那麼侯友宜還特別說 嗯 國防政策要說清楚 不要遮掩這個 過去是不會有這種 沒錯沒錯 這種語言的 我先講昨天的 那個把總資訊提前 當然動機我們的講法 就是說可以這個 早一點讓市政回歸正常 但是他帶來的效應 你說對侯友宜 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是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感覺是 黨現在徵召程序 應該會定在5月10 5月中左右 雖然大家是預估5月17號會徵召 為什麼 因為5月17號剛好中常會 剛好是5月中之後的中常會 那5月中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大家認為會是一個 可能的時間 因為對郭跟對侯而言 都非常的合理 對郭的合理的部分是 郭台銘在4月18號 從日本回來 不是有召開過一個記者會嗎 三十天 他說對他就說三十天嘛 三十天給他三十天 他給你台灣新藍圖 那這樣時間算一算 差不多也是5月中 那對侯友宜而言 侯友宜你看我們這次 種子群結束之後 差不多就是5月15號 那他是不是剛好 要早一點的話也是5月中 所以5月中 不管是侯或郭 我認為5月中 會有一個結果了 否則你看黃建廷之前 他不是有對外講說三階段 什麼第一 三月是整個黨內 然後被李彥邱酸說 那個叫電風扇 因為電風扇就是 微風中風搶風扇階段 就是三月是整合黨內 四月是整合藍營 五月是整合非綠 這是黃建廷講的 那四月好 我就問 就是你如果說四月是整合藍營的話 那不就四月底 郭跟吼兩個要出來一個 因為四月底啊 可是現在感覺他 他們就是黨部是好像有點想說 好那既然郭董講一個月那就一個月吧 就聽他的 應該是他們自己告訴郭董的吧 個人認為 那我不知道 可是至少我覺得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 好郭董你自己講一個月 那黨部也等你一個月 那到時候如果5月15號不是徵召你的話 你不能夠再跟四年前一樣 又開始就是願賭不服輸 我覺得這個黨部可能也有釋出這樣的一個善意 所以五月中我覺得是最好的時間點 那既然是五月中是最好的時間點的話 那侯友宜總質詢這個就很重要了 就是說他 因為這不是只有國民黨嘛 那國民黨當然以我的總質詢 我一定問比較市政的東西 我不會去給他難堪嘛 可是民進黨一定會往死裡打嘛 就是會 全部都跟總統大選議題有關 跟市政無關了 一定都是這樣子 而且會做道具啊 然後罵他落跑啊 然後考很無聊的題目啊 讓他什麼都不知道啊那種 你有經驗 對啊 而且考那種很小 他自己都答不出來的題目 要叫別人打 最北地方在哪裡 最南地方在哪裡 最大的什麼理啊 區理什麼東西這種東西吧 就是反正就會長麻煩嘛 那所以 侯友宜如果被問倒的話 那他民調有可能就輸郭台銘 可是如果說 他可以展現那種很強的氣勢 可以回嗆民黨議員 或者是說問不倒或什麼之類 那他民調就有加分 所以你說到底他民調會上漲還是跌 我覺得就是要看他議會表現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錢秋瑩剛剛講 就是他現在講話 你可以發現他 他都完全不避諱有關於國政跟市政的分別 以前你只要問他國政 他的回答千篇一律 都是說 只要為國家為人民好 都支持這種 大家都會背了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說 你問他說要不要選總統 他說我現在的角色是新北市長 對我們做好好的事情 那是以前 可是現在你問他什麼國政 他都有他的看法 即便他講的也許你不是覺得很重 但是他都有看法 甚至於從新加坡回來 我特別注意到就是他從新加坡回來 站在那個麥克風前面 其實沒有 當時他站定之後 沒有記者問他問題 就是他就自己開講了 那他開講 他講的也不是市政 他講的就是 在什麼國際 現在國際局勢詭絕啊 台灣身處什麼地緣政治啊 戰略要衝啊 我們要避免戰爭要和平 這個跟新北市政有關嗎 沒關吧 所以這個就是感覺 就是他已經準備要選總統了啦 那國防這個當然 他因為為什麼國防會問他 我覺得也有合理就是說 因為現在民進黨是要把 把警察變成第二陸軍嘛 他的專業不就是警政嗎 對對對 那他當然也有提出來就是說 警察去做軍人的工作蠻奇怪的啦 因為警察 我看到今天最近有很多人討論 就是說警察他的工作應該是 要抓活人嘛 因為他要抓犯人然後破案 那軍人是要殲滅敵的人 抓活人 要把人家弄死 要把人家弄死 所以說 這完全不一樣啦 只是說 蔡政府這樣搞下去 我覺得他的路線下去之後呢 會變成全民皆兵 就是說 你看本來 他是一步一步來的嘛 海巡署他本來是 也是維持海岸的治安嘛 他是海岸巡防嘛 有走私啊 有人那個在販毒啊 或者是說投渡啊 那海巡署去處理 海巡署現在已經變成第二海軍了嘛 那現在陸軍怎麼辦呢 要加強陸軍啊 所以警察就變成第二陸軍 以後這樣一步一步下去啊 我覺得會恢復以前漢草有個制度 叫做屯兵於田 漢草都出來了 所以你們的農民要小心好不好 拍出所有這個刺針飛彈 然後人民有AK47 對沒錯 你平常是農民在跟田 但是一到戰時之後呢 這個農民馬上就變成 把AK47拿出來 藏在稻田裡的那個稻草裡 太好笑了 真是喔 可悲的狀態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發生這種狀態 那個是真的是世界笑話了 還是真的 大家全部死成一片 反正寸草不生也就算了 可是有可能啊 因為他之前那個動員法的時候 他也跟學生講啊 說我們要組那個寶團 什麼大隊嘛 什麼大隊的 然後學生要保校 就是如果敵人進入學校 保證很好笑 真的是 我就想到那個 陶學威龍的電影 真的 真的超諷刺 超黑色幽默 可是真的有時候 大家又笑不出來 因為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 我們真的要變成 荒芜一片的廢墟 就這樣把人命 通通犧牲光了嗎 這個就是民進黨執政下 要把台灣帶來的 帶向的回答 而且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也是很生氣啊 你剛剛不知道 可能有讀到 就是我們跟美國買了飛彈 我們不是買那個標槍飛彈嗎 居然有 有槍沒有彈 打空氣 支持不來 連演習都無法 這真的是很可悲的台灣 好啦 那如果說以侯友誼 目前的布局來看 分成兩個層次嘛 一個是他自己 前進總統大學 可能包括了國政議題啊 比方他自己 是不是有一些政策 大政策 國政的白皮書 我之前知道 他們已經有幕僚 專門在準備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交棒的問題啊 誰要來交棒新北市啊 你目前看到這兩個部分 有哪些比較具體的表現嗎 呃 我覺得交棒的部分 因為侯友誼他不會辞职啊 我確定他 我確定他不會辞职 為什麼不會辞职 其實很簡單 他侯友誼 假設是徵召侯友誼 我們現在都是以假設 徵召侯友誼的狀況下 到時候侯友誼 他就會有兩個身份 就是一個是總統候選人身份 一個是新北市長的身份 是 他這兩個都會被攻擊 總統候選人就是被攻擊 那個兩岸政策嘛 嗯 新北市長的身份就是 一直被攻擊新北市政 新北市政 就絕對會被放大檢驗 完全明白 對不對 你看那個前幾天那個治安的事情 為什麼開槍第一時間 陳建仁要推給新北市政府 真的 選戰開打了啊 你不覺得很有既視感嗎 真的 四年前那時候高雄市 每次看都覺得 是成相識 對啊 當然選民應該膩了吧 很膩 上市已經打 打過一輪了還不夠嗎 都是同樣的打法一模一樣 四年前那時候高雄市政府 不是 第一次打新鮮啊 有用啊 有 那時候有用啊 很傷欸 很傷但他們還是會這樣打 對 你看我那時候我們 看了也覺得說 現在怎樣 高雄市民難道不是行政院 要照顧的對象嗎 好像變成兩個國家 而且我覺得 把高雄市民弄煩了 嗯 覺得一天到晚 都是把他們這個 無限上 讓議題往上提 然後 人不在 更感受更強烈 對啊 特別我 特別我看到一個就是那時候 高雄 那韓市長在爭取 那個登格樂預算嘛 嗯 中央那一副好像 對 為什麼要給你 這樣這樣這樣 人命關天 然後那時候 高雄跟登格樂 蘇貞昌還 蘇貞昌還蔡英文還有一抹微笑 你覺得 不然你記不記得 對反正 反正就是既視感啊 對不對就是 現在在新北啊 那所以 新北只要發生什麼小事啊 路上有人不小心被石頭絆倒了 或者是 可能英哥公共廁所裡面沒有衛生紙啊 這全部侯友宜到負責啊 侯友宜到下台 那 所以你知道就 那新北市政會是一個很大的戰場 好那我問大家 如果侯友宜辭市長 如果辭市長的話 不是只有侯友宜要 不是說中央派人來代理市長而已喔 整個局處長全部換掉 那換掉會出現什麼狀況 你前後被夾攻欸 你前面在 賴清德罵你國政 你後面市政府在扯你的後腿 這非常恐怖欸 所以我 絕對不能發生 絕對不能辭職 我覺得絕對 所以既然不會辭職的話 那他的接班人就是要等到 如果選上以後才要去 看起來有佈局嗎 我 我不知道 真的 因為他 他本來可能本來想要傾向就是讓他的副市長出來選嘛 那個 劉荷蘭嘛 他來過我們的節目大家感覺如何呢 可能是想 但我覺得 從那個官僚 就是那種一般的公務人員 要跳到市長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門檻 不是劉荷蘭不好 就是說他經驗非常豐富 他本來是 他也是蠻傳奇的 老師欸 本來是生物老師欸 對啊 做校長 然後做教育局長 然後做副秘書長 又做環保局長 然後 對就是也是身經百戰 可是 公務人員和政治人物 我覺得還是很不一樣 侯詠儀為什麼能接班 不是因為他是副市長的關係 是他以前就很有名 就是 白曉夜命案 白曉夜命案 然後陳信心 就陳信心一樣同一個事情 然後還有其他的事情 就是他本來就很有名 那 除此之外 你看 副市長要接班的 其實是不多啦 那 所以可能還是會從 政治人物裡面挑 其實我 我心中是有一個很適合的人選 但不知道他願不願意 誰 李四川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李四川非常適合 我上一次吃飯的時候問過他 你可以勸他一下 問過他呀 我真的上次吃飯就問他呀 那他要嗎 沒有正面的表達 因為我們會繼續勸進 因為為什麼 因為 因為李四川第一個 他也已經是大家都很喜歡他了 他已經不需要再重塑他的形象 就是大家已經非常喜歡他 而且他的經驗沒話講 他做過台北縣 新北市 四十幾年的公務生涯吧 沒有記錯的話 三個直轄市的副市長 對 有誰要這樣經驗 真的真的 是萬年公務員 而且他在這個公務上的表現 還有人品 都很好 四十幾年來都受過強烈的檢驗 而且大家很喜歡他 我覺得重點是除了他能力好之外 大家很喜歡 這非常重要 所以你跟侯市長推薦就對了 沒有 沒有 這個如果侯市長選上總統之後 那我覺得 當然大家也都可以推薦誰要來選市長 其實當年如果侯友宜 那個有一段故事 本來就是李四川了 真的我沒有發表到 有一段不能說 欸不會啊 其實也算是一段 半公開的過去 什麼故事 其實要不是當時侯友宜跟朱立倫 已經表態 想要接棒參選的話 當時地方上所屬於的人選 就是李四川 那也都推薦李四川 那但是李四川後來發現這個 在一些談話裡頭發現 已經有一些共識 朱市長當時心中有所屬之後 其實他也就自動說 那就尊重 他連去爭取競爭 或者是進一步的協調都沒有 他就說 那就讓有意願的人出 出去選 他就自己退下來 其實基本上他要選 早就選了 所以他對於所謂 權力欲望這件事情的進逐 沒有大家會想像 一大一天一大堆人想說 你一定是心意想要選高雄 一天想要幹嘛 可他這個人看起來 對於這種權威 倒是不太戀戰的 我覺得他真的是 政壇清流 他現在還是我們新北市民 他住在住我選區板橋 然後李四川一開始 你說你問他 他可能他真的不願意 也許啦 就真的不願意 但是他是可以說服的 因為我也是聽他講一個故事 就好像那時候 他要去行政院 是不是接秘書長 還是副秘書長攻擊 好像接秘書長 他說那時候是馬 中央是秘書長 行政院是什麼 行政院秘書長的樣子 然後他說 是馬英九叫他去嘛 然後 一開始馬英九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說他不要啊 然後 兩個人就在總統府 僵持三個小時 僵持三個小時 然後 最後馬英九還是把他說服了 那就是公立的問題 因為朱主席有請他當秘書長 僵持了不只三個 幾天吧 都沒有成功 那也許他是想要在公務上啊 因為 然後像他這次去台北市 當副市長 不是一開始他也不要 後來不是也 好像韓市長說服他的嘛 所以 我覺得他可以說服啦 那如果他願意的話 真的是 一個很好的人選 我想這個就是大家一起 我們這樣好像不太好 就感覺就是說 認為應該往這個方向去讓新北市更好 或是讓整個藍軍 我覺得政治清明太重要了 如果政治人物的目的 都只是在自己的權位喔 不是在為服務有個價值 中心思想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的 國家 情勢只會越來越糟啊 對不對 就更需要很多做事的人 能夠站出來 對不對 那所以這牽涉到你要選立委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撲的梗給我 我沒有對你很好 把球丟給你 哈哈 當然當然當然 因為立委也真的太需要有戰力 像剛開始給王洪威拍拍手 你看看我們那個時候打的選戰 民黨民陪高高 大部分的官員就這樣就算了 何庫至少在他提出來之後 就讓董事長之所進退自己請辭了 那他那些什麼裡面的貪商王法 謀私謀利把整個家族帶進去的情況就可以停止了啊 所以立法院的監督有多麼重要啊 在野黨就讓人數少也有表現的方法啊 因為民進黨以前人數也成績很少過嘛 才二三十個嘛 他就把立法院搞得天翻地覆 然後現在換國民黨人少的時候 國民黨只要稍微有戰力的表現 民進黨就說你們不要再亂了 然後國民黨好像就覺得說 欸好好我們不要再亂了 就是不用去管人家的眼光啊 就是我們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好啊 我們等休息一下廣告回來 再聊聊你們新輩子選情好了 現在競爭也很激烈 到底多少人登記了在你的選區 我們初選了 已經登記了嗎 我們第二階段已經登記完成了 我那一區沒有人登記了 就我一個了 就你一個啊 那恭喜啦 好 謝謝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你又少吃油炸 你說 他沒有 他沒有 明白明白明白 哎呀好多 沒有啊 我那個跟你講的前因後果就是 他沒有嘛 所以他才跟我講說 那當然要是他讓給你嘛 喔明白明白 太時機了 其實選舉大家都 我覺得敢選想要挑戰的人都了不起啦 但我覺得要像許小欣這樣 就是說現在很多人一直在講說年輕世代怎樣 那你年輕世代你要展現出你跟他不一樣 你不是說喔 因為我是年輕世代 所以你就應該要把人家排除讓我去 許小欣有這樣嗎 許小欣是很年輕世代 可是他是 他還是把老的幹掉 而且他超拼命的 對啊 地方上的組織下也沒有太客氣 他黨員 很認真 他有跟我分享啦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 我也以為我要初選嘛 他就跟我講說他黨員是怎麼 怎麼處理 其實 他有一個方法 蠻厲害的 只是之前我一直不敢講嘛 因為他還沒過嘛 你說許小欣啊 黨員的部分他有在經營啦 他有在經營 我也聽了一些 哇 千秋萬事進赴笑談中 氣質王小姐 淺秋跟你一起輕鬆聊新聞 現在8點41分 歡迎回來中央宣網 千秋萬事 今天邀請的是葉原芝 剛剛他告訴我說 其實也沒發現這麼好 原來他的選區 目前只有他一個人登記參選 不像許小欣費洪泰委員 然後還要大戰成這樣 總之在黨內有沒有可能 產生一個新潮流的現象席捲呢 所謂的新潮流啊 當然就是許小欣的心 跟民進黨的新潮流 哇那個黑啊 狠啊 的新潮流 要對決的時候 只有比他更狠 比他更殺的世代 或殺法 戰法 所以在黨內 就是在你自己這個世代 有沒有感覺到 也必須要這樣來戰才行 你選區的民進黨對手是誰啊 羅智正 那我先跟大家檢視一下 就是說 我們那區為什麼沒有其他人登記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那區蠻堅困的 反正我覺得各黨都一樣啊 就是說 只要那個黨的基本盤比較大的 那黨內競爭就會比較激烈 比如說像 民進黨的士林大同區 為什麼何志偉和王世堅會殺成那樣 那個簡直就是已經殺出個新高度了 為什麼 因為幾乎就是初選過就等於一定黨選 然後你看台南 台南還有一個區也是殺非常激烈 就是可能大家沒注意到 賴慧元跟郭真慧 因為這兩個都不是很有名 檢舉來檢舉去的 那兩個超誇張好不好 那兩個是互指說彼此射入光電業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給賴清德一個很大的耳光 因為賴清德才叫大家鞠躬啊 還說什麼 你們屁股毛幾根我都知道 怎麼可能會有黑金 那他講的嘛 怎麼可能會有黑金 怎麼會有光電 都是黨內鬥 結果馬上他們的候選人 就忽然互指有光電 然後所以 所以為什麼這麼激烈 因為台南綠嘛 就是誰初選過了誰就會 那反之就是一些比較艱困的區 競爭就沒那麼激烈 因為初選過了不見得你一定可以選項立委 你還要你還要經歷大選選戰 那我們那一區板橋啦 其實板橋是因為比較大 板橋接近60萬人 所以我們是有兩個立委 他是把我們60萬除以2變成兩個30萬 然後各一個立委 我們叫板橋東跟板橋系 現在一個叫張宏路 一個叫羅智正 那我是對到羅智正 那我們初選是在上個禮拜一到禮拜三登記 然後我登記完之後沒有黨內其他人登記 所以就我就是我一個人登記就對 所以之後當然這個比較艱困 我們還是要努力的 想辦法就是把那個羅智正拉下來 那這個但是我也沒有打過一對一的選舉 所以感覺一對一選舉蠻刺激的 準備好了嗎 用新潮流的戰法嗎 當然當然啦 因為我們那一區那個羅智正他是 他之前長期是做民進黨的幹事長 所以他長期是在幫民進黨講話 特別是 我想到的是緋文而已 以前是嗎 緋文 我知錯人嗎 是他吧 是他是他是他 五年多前 五年多前 好像民進黨有緋文有八卦都沒關係 什麼婚外勤 咬三都還是可以穩穩的當選 如果國民黨幾乎就沒有機會了 他是在上一屆之前就發生了 那上一屆我們這一區是柯之恩在選 那柯正我是不知道他有沒有打那個羅智 喔上一屆是柯之恩在那裡喔 差點忘記了 是柯正 是柯正 那柯正後來選輸之後他 他本來一開始還是有在板橋經營 可是後來好像去高雄市選市長 他選高雄市長之後 我覺得他能量又不一樣 也捲起一堆學 能量又不一樣 是 那他當然 千堆啦不是一堆一堆就完了 千堆學 那他現在可能就是想要在高雄繼續經營 必然是 對對對 那所以 呃 羅正 我認為啦 比較讓我不能接受的是他 譬如說特別是疫情期間 就是我們板橋是最嚴重 可是大家都很清楚疫情就是 中央政策不好嘛 諾富特的破口嘛 3加11嘛 然後從 從桃園機場那邊 蔓延到萬華再蔓延到板橋 其實中央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可是民進黨的立委 都一直在罵地方政府 都說是地方政府的不對 對 一下說萬華 都是萬華人的錯 對 然後再來就是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然後 那疫苗也沒有給我們比較多嘛 那當時他們疫苗是用平均分配 就是說 每個縣市都一樣 那問題是我們這邊戰區啊 你有聽過戰 戰區的武器跟 不打仗的地方的武器一樣多的嗎 嗯 然後你看屏東只要 屏東那時候有病毒的時候 哇馬上去打疫苗 而且超級多 我們大家排隊等不到疫苗 他那裡就立刻加強處理 然後所有的資源通通送過去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 這叫黨議立委啦 就是說 只會幫民進黨講話 沒有幫地方發聲 自己選區選民需要的 他居然 就可以不管 不管 然後還有萊豬的事情啊 我看 因為萊豬大家也不想吃萊豬 雖然說公投沒過 可是公投是因為沒有綁大選 所以投票率太低嘛 可是實際上 絕大多數人是不想吃萊豬的嘛 所以民調都不想吃萊豬 那我們新北市有兩個立委 別去的 其實反對萊豬 是民進黨的 一個是中和的江永昌 另外一個是五谷的林淑芬 那個羅子正還去罵林淑芬 說你怎麼可以不提萊豬 你不能夠只想黨不給你的權利 但不盡義務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 黨有給你舔頭的 讓你去當立委 你怎麼可以不聽黨的話 黨叫你去幹嘛就要幹嘛 那你心中 我就覺得沒有人民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短橋有一個真正能夠為人民發聲的立委 剛剛有聽眾說 留言說 原資這樣不好啦 你不能把我們的新北 台北市的副市長拉到新北去啊 這樣不好啦 這個當然就是只是說說嘛 台北市民可能會覺得不甘嗎 為什麼我們一個好好的副市長被拉走 好人才大家搶 看這個才是各地大家希望要有的首長 如果我們的公務人員 我們的首長都可以這麼受歡迎 對對對 那就好了啊 對啊 對不對 人家講說多一個 要人人都像許小青 公務人員應該跟人人都像李四川 認真踏實的做事情 那麼不管你要做露屏 露屏 燈亮水溝通 還是更大的國家的政策 這個才會有合作的空間 對 就事論事喔 不然的話每個都在為自己的政黨利益的話 中央跟地方永遠都在處於一個 其實馬英九實在是真的沒有 你看他給陳菊那麼多預算 那麼蓋了這麼多大政策 馬英九就是沒有啊 克剛也沒改回來啊 結果呢 對啊 對啊 就通通就是全民總統的概念 本來是對的啦 但是要用在相當相對的地方 有兜內我們的朋友 我們先 因為國民黨的選民有政治 潔癖 民進黨的選民什麼東西都可以接受 這個是修例給我們兜內 沒關係耶 沒關係 關越做越大 那王世堅也一樣啊 哈哈哈 對不對 都沒有關係 民黨的選民 包容度真的很大耶 要不是何志偉講啊 我都快忘記了 沒有我一直都記得 哈哈哈 不是 何志偉講完之後 我還發現 啊 王世堅原來做這麼多事喔 哈哈哈 他說 我沒有負面攻擊喔 我沒有攻擊他有小菜 我沒有攻擊他上摩鐵 我沒有攻擊他有債務問題 我沒有攻擊他有債務問題 我沒有攻擊他逃漏稅 我說哇塞 王世堅 通通都講 所以真的一比較起來覺得 欸那心肺大戰好 還好啦 還好 真的還好 客氣多了喔 其實這就是這個新時代的戰法 說真的在那語帶 玄機吞吞吐吐吐 這個時代真的過去了 要戰就戰 要說就說啦 我是覺得之後就是 就是選完之後啦 因為我覺得選完之後 他們兩個表現都還不錯 費永泰很快就發文這樣 他說他雖然寫的字不多 但是言簡易改 夠了啦 巧心加油 任重道遠 對不對 這就蠻感動的 謝謝大家這樣 然後學巧心馬上就說 這個謝謝委員 這才是一個良性的互動嘛 那你記不記得 王世堅講什麼 王世堅贏了之後 邪不勝正 邪不勝正 看看他還會不會加朋友 要把他朋友加回來 要是我才不要加了 你剛罵完我邪惡 然後現在又要幫我加朋友 對 所以現在幾個指引的指標嘛 高嘉瑜也是 這個選區也是喔 所以你的選區相對單純很多啦 現在就只要主戰羅志正 然後到中央去 有最想諮詢誰嗎 當然不會啊 不會啊 我們問政黨問題啊 對不對 我們都為鄉親多爭取一些建設 對啊 因為我覺得像民進黨立委啊 現在選舉到了 又到又貼很多看板 就說啊他做多少事 其實第一個有的很多都是蹭的 就是大家以後可以分辨啊 就是反正也不是只有選立委 選議員也一樣 每個人都會貼很多看板 說他做到什麼 但是很多根本不是他做的 或者是說他已經知道 市政府要做的 然後他就忽然跳出來說 啊我成功爭取 對就是這種大家招勢很多啦 那我們現在板橋就有一個立委 哇把那個幾乎什麼事情都說是他做的 什麼成功爭取到什麼老人 老人卡可以坐火車 欸那個東西 關你什麼事 對所以 所以我是想要做一個真正這個務實的立委啊 就是說真正是因為我的關係 所以才有那個建設 我在做議員的時候也是這樣 就是說比如說我爭取那個 隨便講一個好什麼天目籃球場 就是籃球場上面加頂蓋啊 新北市以前沒有 因為我的關係我去質詢 那本來市政府不要做 是因為我一直質詢 他覺得說欸好像應該做 才做的 像這種我就會拿來宣傳 這是民眾可以運動嗎 而且如果下雨天也可以有 呃天幕的話 遮雨的地方 對很多人很有幫助 對大太陽的時候 鼓勵運動 對對對然後那 可是有很多人就是跟 不是他做的他要說成功爭取 他可能只是在議會問兩句 就成功爭取 然後我們現在板橋現在有一個立委 就成功爭取好多東西喔 有嗎 和志偉也說六千塊是他爭取的啊 喔真的嗎 很多人不是說斑斑又冷氣他爭取嗎 但我怎麼印象中是那個 蘇貞昌的 其實都是韓國瑜爭取的 因為韓國瑜喊出來 所以還跟著做 好所以結論 你覺得侯友宜 當然我們現在喊很多朋友 對於侯友宜啦 對郭台銘 大家有不同的支持的人 當然都互相尊重喔 但是你跟他口友宜共識了這些日子 應該兩任 一任 一任多 我們以前在市政府就認識啊 他是副市長嘛 然後我以前在市政府啊 所以從2010到現在 所以你對他的風格前進2024 你的看法呢 我覺得要放開一點啊 就是現在有比較放得開啦 但是還是沒有放開 對 因為他私下聊天不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去 平常跟他聊天的時候 其實他是坎坎而談啊 還算蠻好笑的人 欸對 對對對 有時候笑話冷了點 但還算好笑 而且蠻親切 然後好笑 然後講話是坎坎而談 可是你看他只要一 一被堵麥 然後就講話好像就好像很怕講錯的那種感覺 對 但你這樣子就會繞一繞去嘛 繞一繞去大家就會覺得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說之前啊 現在好很多了啦 所以要逐漸把原本 私下那種凱坎而談 就對很多事情都有看法的 那一面表現出來 因為我覺得大家選領導人 其實也會選一個 欸我感覺你真的有東西 其實你私下是有東西 可是你講話你不去呈現 人家還是不知道 對 我覺得在 就像幫你站台的時候嗎 對對對 郭台銘呢 郭台銘 郭台銘當然我覺得黨現在 郭台銘要求一個月時間 黨現在是要給他嘛 那他就要努力把握這個機會 那我看到現在他現在兩招嘛 他一招就是陸戰 陸戰他就是要走那種中南部的路線 因為他發現侯友宜沒有辦法到中南部去跑嘛 那中南部就是見面三分情嘛 所以你看他去高雄 黃柏林嘛 然後去台南嘛 然後他去彰化中南部的地方 那也許他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爭取支持 然後昨天 你不是說昨天他也有跟13個不分區立委有吃飯嗎 所以他也逐漸在建立黨對他的制度 就是看看能不能 那因為現在我們黨內支持侯友宜還是比較多了 所以看郭這樣做 能不能搬轉啊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他的空戰 他現在弄直播弄什麼東西 這種形式蠻新奇的也不錯 可是他也是我覺得他的論述也應該要加強 因為他講都他講的理念不錯 我怎麼都只記得他開箱他豪宅的直播啊 其他都不記得有什麼直播 他的豪宅好像是四年前 對對對 那個才有印象 然後就喔對好有錢 家裡好棒啊然後 要有印象啊 對然後呢 對對對 你要把這個捐給大家嗎 沒有啦 你有錢關我們什麼事啊 重點是他捐的疫苗這個是有意義的 對然後所以他要表現出更高度 他要比如說他我現在只有 我對他的論述只有一個有印象 就是他第一次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說要解決台灣的問題 就是要讓美中不要再衝突 然後他願意做這個調忍啊 然後讓美中不要衝突 那那時候我就哇 哇居然可以做美中調忍 調忍 調忍 那那調何啦 朋友也是調子他是調忍 那我就想說那你之後你要怎麼做到 你要告訴我們嗎 比如說你要說服拜登 還是說服習近平怎麼樣 那後面的話他比較多的是 口號的重新的重複 但是沒有講具體的內容 我覺得他之後應該要多講一些 我是比較認同他講的一句是說 我們台灣政治講太多 經濟講太少 應該把經濟大政的政策 重新要來歸對來釐 這太重要了 我們這幾年都整個荒廢啊 對啊 就是一千大碗口水 為了進行政黨的利益 尤其是民進黨之爭之後 好我們最後一分鐘結論了 反正黨內看起來 你剛給大家一個時間點 好像半仙一樣 說五月十七 五月十七 但五月十七是一個非常有 應該就越記名 不能太晚了啦 而且我們現在因為 我們大家都很慌張嘛 就是看到賴清德一個一個會員會成立嘛 都說國民黨到底什麼時候 然後我們黨部的人 我會覺得有點怪啦 就是常常出來發明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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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